為什麼會有債呢 到底欠什麼呢 萬一他闖事業啊 就一個不小心啊 不是很賤哦 謝謝會幫忙換錢啊 郭雪芙為愛投資百萬 血本無歸 前任被曝到處欠錢 追討求婚戰戒 郭雪芙去年因為拍攝山中森林 穿出有了新的白馬王子求生意 但是啊前一段感情簡不斷離還亂 據《鏡周刊》報道 周外孫祈鈞先前 一向交往兩年的郭雪芙求婚成功 女方當時開心地點頭答應 沒想到啊收下鑽戒就閃電輕便 郭雪芙還不肯歸還 你要幹嘛啊 去年3月17號 仇婚消息曝光後 一向對非玩打太極處理的郭雪芙 發出聲明表示 目前單身也並無結婚的計劃 直接打領孫祈鈞 還難得使用嚴厲的措辭 將使用法律行動 啊吃瓜群眾眉頭一皺 這事情肯定不單純 拿出酒來了 從今天開始 我會把你放在我心中的第一位 我會盡我一切的能力 讓你幸福 讓你過更好的生活 讓你衣食無憂 嫁給我 嫁給我 據了解當時孫祈鈞為了買鑽戒 賣掉自己的中古車 董季借西借借才出到錢 280萬 你吃了多少 喔對了 2019年她耗資200萬 在內湖瑞光路加盟的力量拉麵 每月就要15萬的電租 郭雪芙也為愛投資百萬 女方不想繼續收錢 男方不想讓心血付出流水 因此起了嚴重的爭執 那如果她是約一團女方 她們喜歡這搭店嗎 她也不要嗎 為什麼沒有在呢 對 到底欠什麼呢 萬一她闖失業啊 就一個不小心啊 不是很借喔 謝謝她幫忙買錢 天啊 就要小心喔 但是孫祈鈞四處借貸 財戶黑洞就此打開 要不到錢的冤親債主 讓壞事喘了千里 有人形容孫祈鈞本來是說賺錢了 就讓女生當老闆娘 誰知道店收了 本錢連普通一聲都沒有 那為什麼郭雪芙還留著百萬贊 企業似乎也有跡可循了 誰知道她有債務的問題 誰知道她有債務的問題 對此記者指點孫祈鈞 但她未接未回 郭雪芙經紀人則回應 她的財務狀況我們不清楚 實在沒有辦法給予什麼樣的回應 我相信如果她真的有狀況的話 她的經紀公司一定會協助她好好處理 唯獨對戰界彼而不談 如果這就是妳的真心 想娶我下輩子吧 第一位 你好台北 很高興賣Chili 這不會很膩 不要嘗我的話 這是我點的 妳看這邊看到了什麼 終於我 第一個大樓的角色對我 讓我們不開心 不開心 她家裡的那個喇叭 那個飛機的 砲砲砲 卡哥最怕的 她 她有憤怒體在裡面 是嗎 也很可憐 我沒有看到了 我一直認你不再 我們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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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身上 你離開 我離開 你離開 你離開 你離開